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他的思想就是明了别人对你的好 对别人还有基本的关心和感恩之意 为了利他而故事 就是训练一种内心深处的慷慨气度 不寻求任何回报或奖赏 利他思想 经过时间的洗练 便能转化成不凡的报复 提升心灵的羞耻 真正从心底发愿 奉献自己为众生求福德 就能累积善业善果 人类社会 必须以慈悲造福众生为目标 世世代代努力下去 给别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 只是给他们需要 但是只是一时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慈大悲是利他行为的根本 也是世间令人赞叹的志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大的源头 只要你有慈悲 就能从最深沉的愤怒中解脱 一切恐惧和痛苦的根源 都在于心的执着 佛法的修持主要是将到如何 以次第而灭除心的执着 修持随喜功德 赞叹 自然而然 别人具有的功德 我们也会慢慢聚足起来 心存我慢 会使我们无法学到更多的知识 无法看清更多的事 也无法进入 也无法看清更多的知识 也无法看清更多的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无常 是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将佛法融合落实于日常生活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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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如何才能让心不散乱 自心平静喜乐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开发自心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因此有必要培养静定的特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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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法的根本是心 一切苦的根本是施主 心之妄念可分为三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若能适时把握解极 不散了 大妈无论有无妄念升起 任何心境都可以是修行良机 要想成就就需依寻两种道路 智慧道与方便道 最好是方便智慧双运而修 因为此二者本是相互争议的 心无造作 是一切羞耻的根本 心无造作的传修 能累积智慧自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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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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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排除身影 只有一只手 就只能打到时空 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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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认为自己受到别人主度伤害而进行犯罪时 也会使对方产生更大的攻击 保护性 彼此的诚心 仇恨就会越来越大 我们若能生起慈悲 比如 当对方打过来时 我们以慈悲对待 使他无法伤害 影响到我们 对方的尘寒 恨心也会减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台中 台中光明山佛恩寺 起见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祭会 时间113年3月3日起-4月16日值 农历1月23日起-3月8日值 共45日 地点台中市太平区长荣路三段166号 下旬电话04-2270-2077 04-2270-2077 寺院早期没有所谓的建筑法规 的老水像自己的老店 还看着发现老大人拨头受胸 荣云寺是在台北市 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台湾 围绕都跟申请第一间寺庙 整栋建筑物都是寺庙登记 让出家人有资源 可以在佛法的教理深入精湛 除此之外 荣云夜间佛学院 还有做慈善 帮助弱势团体 目前就要等到重建完工之后 我们会再继续地普及于社会 因为寺庙本来就来自十方的父祠 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十方 让社会更认识佛教 也更能够透过佛法来进化整个人心 所以要拜托十方各界法师 给我们导三行导佛祠 是在法华经里面 告诉了我们 过去佛与现在佛 佛佛道同 为佛与佛乃能正知诸法实相 让一切众生了解 我们本来都能够 透过佛法修行 来成就来解脱 乃至最后都能够成佛 从前直到现在已经整个都开始在进行了 那当然希望阿拼 还要做多经费 大家导三行 让他能够早日完成 发挥都市道场 红法利生的功能 互生 放生 皆是救命 命不分人与物 一切尽在您的一念心 生命电视 慈悲爱终生